春節就要到了 台上也將要歡迎鄉來過年 中英醫 新醫研究所研究完和美鄉來領域 在較前的領域可能的因素來增加 但是不會跌了很多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衝擊 因為這次已經驚訝一體不用的方向 但是也要注意 老大人跟小孩 大家一定要正常來過好年 2013年就在地基山跟山西空 中研究所研究館和美鄉表示 武漢肺炎病毒前的第一年 他就發現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病毒 一旁邊的消息 經過三年來 就新加熱的Omicron真正主流 向他政策壓對維豆 專為對球集體免疫 跟病毒強順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病毒 它不會消失 再很早我們就看得到這個 它不會消失 因為Omicron已經是獨霸一方了 在人類族群裡面所選擇出來的病毒 就是Omicron的後遺 意思就是我大概知道不會有什麼大狀況發生 不管我們的指揮中心 做什麼或沒做什麼 這個時候要放了 然後讓我們回歸到一定的政策 然後讓這個病毒呢 也是進到它的一種 我們叫做在地化的一個模式 那那個時候我們再來處理 季節性的問題 高風險族群的問題 老得更小 日光01年Omicron開始在全球大流行 和美鄉祭祀 這是一種團播非常快的特性卡料的病毒 現在這年紀前的第三檔 這是一個機會 我們要訪問要趕緊自己廟炮好 不過也突然出台灣必須要有祝賞疫苗的能力 這是一個機會 我們要鬆綁了 我們要趕快把疫苗打好 所以大家把第三檔打慢打起開放 這是一個時機 我們講疫苗是研發 研究就是在中醫院的實驗室研究 發展就是大量的時候 可以研究 那發展這個部分 可是人家都已經有了 你要不要把它 若是他願意在我們這裡跟我們 就是寄轉給我們 當然蓋一個查碼 台灣目前已經正臨平均 該風和水晶改進的方向 何必鄉支出 很多人認為我們比中國更加進步 但是也許很多人 也感到驚嚇 拼命感染 沒有什麼叫做便宜 存在地北交流 台上環境 較多人所可能因出現 不過也不會太多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衝擊 大家一定要進行過一個好年 記者在國共台北 彩虹報道